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在大陸 近期的債務違約 是一波未平一波有起 在10月剛剛發生了 遼寧國企華臣控股違約事件後 11月10日 又有一間省級AAA 千億級的國企倒下 河南永媒集團再爆債務違約 而且之前紅毛徵兆 接下來的連鎖效應立即顯現出來 市場信心持續下跌 風險信充蔓延 引發投資基金恐慌 大陸媒體關於這件事最多的表述 就是信用債置暗時刻 同時喊得最大聲的是 國家不夠國企了 當違約在過去幾年 都已經見怪不怪的情況下 一場永媒違約 竟然引發巨大關注 成為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 為什麼呢? 我們今期節目中就跟大家談談 永媒違約和中共國家信譽崩潰的話題 永媒違約消息的爆出 看上去非常淡定 在11月10日時 河南永媒空股發表公告 表示因為流動資金緊張 20永媒SCP-003未能按期筑本上還本息 已經構成實質性違約 違約本息金額合共大約人民幣10億3千2百萬 這個永媒集團 遞屬於河南省能源集團 下面的核心資產上市公司永媒空股 是中國500強企業之一 總資產值1,726億5千萬 總負債1,343億9千5百萬 資產負債率達到77.84% 財務槓桿已經處於高水平 在總負債當中 流動負債合計979億4千9百萬 占比接近73% 統計數據顯示 在11月11日時 有多達37個次 有永媒集團債券的基金產品單位 正值下措 其中包括華泰資管、融通基金、平安基金、廣發基金 人保資產等十幾家非銀行金融機構 以華泰資管踩雷的產品最多 令人非常關注的是 在違約之前 永媒進行了一系列很離譜的神操作 就在違約前20天 10月20日的時候 永媒還在發行新債券 表示了融資能力並未喪失 而就在兩個星期前 還在市場聲稱資金充足 更惡劣的是 在違約之前 永媒還將其下優質核心資產 價值35億的中原銀行股權 無常劃出 這種轉移資產防止債權人追債 採取的保存措施 陷害了投資者 被質疑永媒是惡意避債 同時有大陸媒體到永媒集團 現場了解情況後表示 發行人對違約和投資者的反應 異常淡定 一切都在他們預料之中 我們大致了解了永媒的資產情況 以及違約前所進行的系列操作後 可能會奇怪 永媒的資產規模過千億 為何還不起10億債券呢 同時作為國企 河南省的國資委為何不出手相救呢 我們在節目開始時提到 永媒是這月來第二家千億級 中共國企債券違約的企業 在之前 華晨汽車也需要一筆到期的10億元債券 原因也是資金緊張 也就是說 國營企業的債務違約 現在已經不是個案 在2018年4月份信用風險爆發 到康美藥業 康德申 瀋陽公用等 今年10月下旬以來 由瀋陽京聖能源兩種全續非公開 定向債務融資工具PPN違約 青海國投永續債延期 到華晨私募債違約 紫光集團不屬回債券 再到永媒空股實質性違約 這一連串的信用風險事件 真是令信用債投資者如理冰駁 這裡我們還說幾句 這個紫光集團 紫光集團是大陸最大的集成電路企業 也是中心國際的第三大股東 雖然中共今年已經多次喊出 要搬到體自主 要投入具資發展自主晶片產業 但是說話就這麼說 現在紫光的真實情況似乎也招不保值 9月份的時候 就有多隻美元債連日大跌 10月份以來 紫光有頻傳晶片生產線投資難尾 晶片業者資金斷鏈消息 所以連青華系紫光 現在都是債務壓頂 身陷危機 根據彭博報導 紫光集團現在命員一線 在1,500億元人民幣的債務一旦違約 巨額債務到期的壓力下 紫光系債券 跟一連環倒市 有些價位已經跌到不夠面積的30% 在美中貿易戰和科技戰的背景下 紫光作為國有控股企業 長年來斥重資投入晶片生產 在中國半導體設計和製造相關領域 具有一定優勢 部分投資人因此長期抱持中共官方 會出手援助的僥倖心態 但是根據目前爆出的信息來看 中共國務院 北京市政府和青華控股 到現在都沒有傳出要採取實質性救助行動的消息 這樣的一間中共喊著要重視的企業 在出現債務危機時 中共鴻無應對措施 相應的是 作為省級AAA國企的永媒 面臨的可能也是一樣的命運 一位持有永媒債券 趕到河南追債的朋友說 看來政府是不再理國企了 財商天下香港金融分析師長天明表示 中國國企很多都經營不善 很多都是借了新錢還救債 這次永媒一個債券不還 這就可能導致今後他們再無法發行債券 因為信譽沒有了 金融的實質就是信譽 永媒違約 令投資者對煤炭行業 以及那些弱的國企產生懷疑 今後誰都不會再去買他們的債券 永媒出市後 很多基金開始清理自己的投資項目 看到有類似永媒這樣的企業債券 就盡快做風險評估然後拋售脫手 蔣天明分析說 這個債務風險會像傳染病一樣快速蔓延 導致骨牌效應 最後令整個金融業出問題 根據金融專家的觀點 整體銀行系統超額準備金 只是在2萬至3萬億兩級 如果出現千億級別的流動性衝擊 足以在邊際上改變流動性情況 更何況市場已經開始自發地收緊信用槓桿融資 目前大陸地方國企債券的存量大約在5萬億級別 相當最少股份製銀行資產的5倍 雖然目前涉及違約債券本金佔比大約5%左右 但這個違約率水平已經遠超銀行內的信貸不良率 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分析說 以往中共有錢的時候遇到國企資產周轉不了 會將相關銀行機構等召集起來開會 想盡辦法化解危機 過去中國經濟崩移不潰的秘訣就是私下多印鈔票 多發放貸款保證現金流不斷 哪怕是殭屍企業也靠政府輸血來維持 石藏山說以前投資國企債券都覺得比較安全 因為有國家信譽做擔保 國家不會看著國企破產而不理 但是現在不行了 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周轉不靈 中共想理也理不及 沒有能力去理 因為全國各地都在地方債爆雷 管不及也管不到 他說即使後來河南國之委幫永媒想辦法 但是暴露出這個先兆是非常重大的信號 這就是中共的國家信譽開始出現問題 很快就崩潰 的確是這樣 這次永媒唯約是一個信號 將會標注著中共國家信譽崩潰的先兆 哪怕研發晶片對中共這麼重要的項目 中共也找不到錢來給紫光集團還債 那說明原來那套機制失靈 中國經濟馬上就要出問題 另外我們再來關注一則影響財經的大新聞 前幾天11月12日時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正式簽署了一項行政令 這個行政令要求 由2021年1月11日起 禁止美國投資中共軍方擁有或控制的公司 並且限定在明年11月11日前撤回相關投資 受影響的中國公司目前高達31間 包括中國電訊、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等 雖然有31間中企牽涉其中 但專家分析美國針對中共的金融制裁才剛開始 今年6月 5個大樓將華為和海康威士等20間中國頂尖企業 列為中共軍方擁有或控制的公司 並向國會提交了這份名單 隨後8月28日美國國防部將更多中國公司 列為中國國防部支持的公司 其中包括中國電訊、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和華為等31間企業 這還不算 美國國防部還表示將會繼續更新這份清單 在適當的情況下要加入更多實體 之前美國並沒有對這些公司採取措施 但是11月12日簽署的這項命令 首次開始向這份名單中的公司採取禁令 禁止美國公司個人和基金 直接持有這31間公司的股份 禁令要求美國投資者在2021年11月11日之前 撤回任何包括這些中國證券在內的投資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歐布羅因在一份聲明中說 其中多間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證券交易所公開交易 美國的個人投資者可能在不知情底下 通過好像是共同基金和退休計劃等為他們提供資金 這項行政令中 禁止美國資金投資的31間企業 涉及航天造船建築以及通訊技術等行業 不少公司旗下有公司在中港兩地甚至海外上市 根據不完全統計 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至少有29間 我們財商天下經濟研究組的麥先生表示 初步估計 美國禁令至少影響5,000億美元的投資 尤其是香港股市資金 還包括一些向中國大陸投資的北向資金 很多華爾街資金都已經進入中國 禁令的發表會令這些資金 不能不退出對這些中國公司的投資 受美國制裁禁令的影響 11月13日這些香港上市公司的股價普遍下跌 其中中國電訊跌7.78% 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分別跌6.57%和5.03% 成為表現最差的藍籌股 中國交通建設和中國鐵建就跌3.35%和4.12% 中國電訊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也因此發表公告 表示正審視美國行政命令的潛在後果 大華繼遣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梁委員認為 特朗普政府將會有很多辦法針對中共企業 相應的市場也會比較波動 目前美國已經有多次出於保護國家安全的考慮 制裁中共科技企業 一些相關的企業也存在受制裁的風險 香港經濟學者羅家聰也在幾天前表示 今次的行政命令最大影響是開了先例 今次舉動算是警告 做得一次可以做第二次 今次算是首次正式金融制裁 後續可能會有更多禁令 今次融資會令中共企業很麻煩 美國認為 卑劣一名單的公司受中共軍方控制 幫助中共軍方獲得先進技術和專業知識 並且推動中共軍方在全球的軍事擴張野心 嚴重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 知名財經評論人張經論表示 在中國大型國企內部都會有軍方的部門 軍代表或保衛部門等 許多私企也被迫成立黨支部 嚴格意義上說 中共企業也受到軍方控制 還包括一些名義上的私企 例如華為等 但實際仍然是軍方控制的企業 根據需要 美國的這份名單將會越來越長 成為美國向中共金融體系開火的一個武器 還有金融專家分析 美國對中國公司的金融制裁只是剛開始 類似的行政命令還會有後續 包括調整關稅和強迫中共企業 由美國退出市場等 不排除凍結這些公司在海外的資產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各位下次見 財政は 好,情報 儀 施 以上 請 請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